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今年收到了丈夫为他准备的爱意满满的礼物 那就是两本笔记本 那打开一看是老公把他每天做的便当全部都拍了下来 每张照片还配一段吃了之后的感想和对妻子的谢意 从去年的圣诞节开始记录一共365页 累积到现在已经有货户的两大本了 记录下细水长流的温暖 这装满两本笔记本满满的爱意 大概是今年最感人的礼物了吧 有时候金钱无法衡量的礼物可能更能走进对方的心里 那杭州的李姑娘今年二十几岁 是个高度的近视患者 因为爱美几乎每天都戴着隐形眼镜出门 这几天小李发现自己的眼睛通红 非常的痒 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结膜炎 医生说这和她雾霾天仍带美瞳有关 雾霾中的颗粒物可以附着在眼表 造成物理刺激 酸性有害气体 接触眼睛的表面可以造成化学刺激 对角膜 结膜造成损害 长期佩戴隐形眼镜 雾霾中的小颗粒和细菌 病毒 化学物质 就可能会吸附在隐形眼镜上 造成眼部肝 痒等不湿 磨损 角膜就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所以小伙伴们 雾霾天除了佩戴口罩 可能还要再加上一副眼罩了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风险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咯 拜拜